San mo je ni Sou ha 好 On a hon Banzai Guru Bemashite hon 好,我们现在再绕一圈 然后大家念 On a hon banzai guru Bemashite hon 然后呢 希望一切满怨 还是消除病苦 绕完以后 我这边拿了一个 这一次尼泊尔地震 那个满怨火塔 那个中柱 虽然坏掉了 拿了一段 那上面还刻了 严实信咒 我们再来驾持 好不好 好 念念 来 On a hon banzai guru Bemashite hon On a hon banzai guru On a hon banzai guru Bemashite hon Bemashite hon On a hon banzai guru Bemashite h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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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修行就是要把我融入于佛菩萨 不要用我的想法 我们的身口意都供养莲花生大事 都供养诸佛菩萨 事实上诸佛菩萨是无有分别的 只能配合我们众生的 一言而显现不一样的形象 所以但是呢 大家的心佛佛道统都是菩提心 那每一位佛菩萨上师 都有他们利他的事业 我们去实践 所以我们要透过发菩提心 去实践利他的慈悲的行为 就是最好的供养 来 自归于佛 当愿众生 提解大道 发菩提心 自归于法 当愿众生 深入精障 智慧如海 自归于生 当愿众生 同一大众 同一切无外 何难胜中 那我们要随喜 我们底下仁婆切的 十一次的一意变的 莲师心咒的功德 所以来 随喜十一意变 莲师心咒功德 随喜龙德式 打仗经口传功德 愿意词功德 无极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解凤臣佛道 最后我们再绕一遍 心里念莲师心咒 那你各自回向 你的爸爸妈妈 小孩试验 好不好 要出家了 也可以找到出家 各自发愿好 莲师家识 妈妈 无更… 真正vo… 没没死 我… 我… 惹… 我妈无更… 真正vo… 没… 他們以前沒有蓮石的時候用這個石頭代表蓮花山大師 所以我們要走在這邊拜 所以你可以加速一下好不好 不知道有沒有 browser 啊 啊 啊 ぬ 刚刚我们布施过了 明年他们要办十二届的颜师 我们现在就先供养好不好 来来来 为明年做准备 搞不好明年你又来了 福报很大 对不对 能够每年来一次,福报很大 来,钱啊 所以我又付持一千块美金 谁比我可 没钱我再找你们要 今天佛像美金 一千四百二十五块美金 运动钱,两万五 学习功德 for next year next year 付加 不如如如如如 不如如如如 来来赶快 明年一千块美金 一千块美金 Ruby for next year for next year 明年有空再来好不好 好 哎呦,还有福报耶 还明天来好不好 来,十二亿变 联师星座共修功德 呃,所谓不施者 必获其利 后卫乐不施 后必得安乐 供养以弃 阳月总生 火锅结盟 举足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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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默 超多呢 士了上不可 举止到 大姿塔 后 整理卒理 整理商美采 后穴 数据 班杉古链 变北 四地乎 好,大家功德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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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道德,阿弥陀佛 最近很多人跟我说 师父,我修行一定要持咒 但是各位,我告诉你一定要持咒 咒就是佛的心 我们凡夫念咒 就把佛的心入凡夫的心 当你念咒的时候 佛陀的一切的功德 就入到你的心里面 那言经更说 当你念咒的时候 佛与你同一个空间 佛的大光明障 就融入到众生的心里面 你就有佛的力量 来帮助自己来立你众生 所以希望各位 要天天持咒 弘扬持咒 而且每一个咒语 只要你佩戴在身上 可以免很多的毒 可以消很多的磨 如果你把咒语贴在佛堂 贴在家里 这全家平安 所以咒就是佛陀 大悲心的力量 所以佛陀的一切的福田事业 都是要回向布施给众生的 只要我们开口念佛陀的咒语 佛陀的功德事业 就融入在我们身心 消业障 得到一切功德 所以各位多持咒 各位印咒语 我们最近要印很多的咒语 跟大家结缘 大家也多付持 阿弥陀佛 所以忍入慈悲才是佛法 所以我想 本身对佛法要有一个坚定的正见 产生正念 头脑很清楚 请各位记住这句话 头脑很清楚叫佛法 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 该讲什么话 很清楚 所以我经常会说 哇 里面乱哄哄 事长 这哪叫八观再戒 所以 受戒的人自己要保持正念 不要人家讲话你也讲话 别人讲话你要给他笑一笑 不要讲话 因为现在在受戒 所以灵动千江水 不动到人心 这个要掌握得很清楚 所以当然自己修行 如果身体不好 这是业障 自己惭愧 就像有些人说 要吃肉都没事 反而吃素容易生病 那要怪你自己 对于吃素的悲心不了解 你把吃素当作健康 你就错了 你把吃素当作一种惭愧 一种悲心 一种不忍众生苦 那你吃白饭都有大家吃力 佛法不可思议 要这样想 不能参入世间法 世间 如果你去问医生 营养不够啊 跟你讲了一大堆 所以有很多人 吃素一辈子 碰到医生就吃肉了 医生说你这样会死啊 你这样营养不够啊 如何如何啊 那你就退转了 怕 为什么 因为你只想到自己 我也想到众生 我自己生病啊 身体不好啊 吃肉啊 那你怎么想也是你自己 灵死不伤害众生 灵死不照业 要有这个决心 那才叫 你叫修行 各位 无我相 人相 众生相 最后一个叫 无受者相 活得长要干嘛 活得有意义比较重要 所以死了又再来 那什么关系 死了要么就去极乐世界 要么就趁愿再来 继续修行 来自普渡众生 所以死对我们来讲 是一种转换到更好 因为因最重要 我现在就犯恨了 吃素了 所以我来世的因 更重要 我种这个因 来世一定有很好的因缘 继续来修行 所以凡事 不要落入世俗法 这叫世间八法 不要随着世间的 对对错错 好好坏坏 所以要随着佛法 叫法随法行 这个随着佛法 是通过你的文师修 你对佛法有证见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就像我们出家人要出家 家里人都问他 那你没钱 你怎么出家 那你出家 你这样 没有家人 没有钱 你怎么过生活 所以曾经有人在问 释迦牟尼佛 你们没有父母 没有子女 没有家庭 你们怎么过生活 佛陀怎么回答 背一下 来 智慧是我的母亲 善巧方便是我的父亲 法喜是我的太太 慈悲心是女儿 诚实是我儿子 各位 这种家庭快不快乐 不然你就说 万亲这祖是我们老公 土贼是我们儿子 烦恼是我们老母 那你何必讲这个呢 所以你要知道快乐是什么 你不要被世间人 拉过去了 所以各位要保持正念 这个很重要